我们现在来看看LG大蝗牛龙卷风空气清净机的音量表现 那目前的环境 环境音量大约是在57-56分贝左右 我们现在开机听听看 那这款空气清净机开机后都会先侦测 侦测的时候风速会稍稍高一点 那目前这个是自动风速 等到出现数值的时候呢 就是已经侦测完毕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室内的空气品质算是中等 这个时候的灯号 其实是呈现绿色跟橘色的中间值 那自动模式其实它就是会根据你环境中空气品质的状况 自动调整风速 那大家应该可以看到灯号变成象征空气品质优良的绿色 那让大家看一下目前的空气品质数据 已经降到了大概PM10数据是来到11左右 那在自动模式下呢 那空气品质数据是来到11左右 那空气品质如果降到优良 那机器的运转就会跟着风速会降低 那如果侦测到空气品质又有变化 风速自然也会增加 那我们现在来听听看 如果是最弱风速的话 运转音量表现如何 这是最弱风速的运转音 这是最弱风速的运转音 老实说如果没有亮着灯 其实蛮难感受到机器有没有在运转的 就是非常非常的安静 看一下 其实跟刚刚的环境音量啊 是非常非常的接近 那我们来看看 中等风速运转的音量大概会是怎么样 会听到一个有点像是引擎拉高转速的声音 但其实也是不明显 运转声音我觉得比较偏低频 那中等风速的运转音量大约会落在58 59分贝左右 那我们接下来听听最高风速 那我们接下来听听最高风速 那很明显的 当机器运转声音 不管是机器运转音或者是吹出气流的风切声 都相对大声更明显 来看看 最高风速的运转音量可以到63 62分贝左右 那当按住那个快速进化键的时候呢 机器会来到快速进化的状态 那这个是这台空气清净机最高风量的空气清净运转效果 那它会连续开启这个模式 它会连续用这个风速清净空气30分钟 所以当你是比如说家里的空气品质突然变得很糟 比如说有人抽烟 那你想要快速的进化室内空气的话 就可以开启这个快速进化模式 但相对的这个模式下 运转声跟风切声都蛮明显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快速进化模式呢 它的运转音量将来到65 64分贝左右 那以上就是LG的大蝸牛龙卷风这款空气清净机的音量表现 在自动模式跟最低风速 我个人都觉得相当安静 就是如果是非常在意居家家电的运转音量的话 在最低风速的这个运转声上面 我觉得是蛮能够接受的 就算放在卧室里面 也不会觉得太过吵杂 以上